我们一起来念好 请 当下约翰的门徒和法利塞人禁食 他们来问耶稣说 约翰的门徒和法利塞人的门徒禁食 你的门徒倒不禁食 这是为什么呢 耶稣对他们说 心难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 陪伴之人岂能禁食呢 心难还同在 他们不能禁食 但日子将大 心难要离开他们 那日他们就要禁食 没有人把心部缝在旧衣服上 恐怕所补上的心部 带坏了旧衣服 破的就更大了 也没有人把心酒装在旧皮带里 恐怕酒把皮带裂开 酒和皮带就都坏了 唯把心酒装在新皮带里 唯把心酒装在新皮带里 好 我们一起来报告 祝阿世的主要塞世的 承求祢 透过祢的话语 主来教导我们的心 祝阿让孩子在跟丁姐妹分享的时候 真的知道 真的能够把神 祢放在我心中的意识 能够领处的表白给丁姐妹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同感于一个圣灵 主啊 我恳求祢自己的恩高流落在我们当中 谢谢祢听我们的祷告 奉祢耶稣的名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丁姐姐每次都说那里我知道 我在叫她是乐团的人 OK 好 接手我看一下 好 他坐在前面很理所当然 他坐在前面也很理所当然 后面的人就很奇怪 那个地方冷气比较强吗 还是 因为平常不是 不是像我这么轻松的名口 所以坐在前面会有压力 我们是说老雷点有压力 我在教会的时候 有时候会故意跟小孩子坐在一起 有时候会故意跟青少女坐在一起 他们就想 这老头是干嘛在这里 有时候就会坐在这前面 有时候会站在最后面 那每个地方的敬拜的时候呢 可能会带给你不同的感受 为什么呢 坐在后面的人我问你 有时候会觉得心里真的比较放松 有时候就是没仔细 因为这次拔着躲 可能假年也没看到 会不会这么想 不会喔 谢谢祢 我想坐后面的时候我都是这样想 因为我想睡觉 所以我就跑去后面坐 比如说这一堂我觉得我很累 那我就跑去后面坐 那我去陈全上课的时候呢 我也一样都坐场的位置 可是呢就有一个 在高雄的一个老弟兄是个牧师 他不知道怎样 我觉得我跟他很不搭调 可是他就一直很爱我 石头石头来跟我坐 他就说不用我坐那里就好 你跟我说我已经摆好了 他还跟我坐 结果你知道他那我坐在哪里吗 坐蒋远正对面 第一排 第一排第一排第一个位置 那个蒋远一看就是看到我 我说 蒋大哥看完一定要坐这里 坐这里好坐这里有人高 我舒服他 我舒服他 我就舒服他去坐在那里 果然那里 那个礼拜啊 我大概打瞌睡 因为吸引种植 哇 我也很认真听很认真听 就不敢打瞌睡 这对我来讲是一个什么 改变 是一个改变 这个改变呢 是一个什么 挑战 我跟你讲 我根本其实就是很内向的人 你会觉得说 嘞 哪有可能 是 我是很内向的人 我从上学以来 几乎不问老师问你 课堂上我从来不问老师问你 我都只会看 只会听 几乎没有问过人 在课堂上问老师问你 我心里面就是很怕问错啊什么的 是很内向的人 可是当我一直之后我就发现 哇 这样子去之后 这样的改变 你没有违反我的人性 有 有 要改变的时候会不会违反人性 会不会 违反人性你们觉得好不好 不舒服 没有违反人性就啃不到神性 好没有吗 同意吗 当然啊 不然你看亚伯拉罕 如果不把他儿子献上 他就啃不到神的错误了 杀掉他儿子我也不怕违反人性 你不怕违反人性对不对 早上叫你四点半来祷告 没有违反你的人性 对不对 但是呢 没有违反人性就看不到你生命当中的神性 因为你是人 而且呢 你还是罪人 同意吗 同意 对嘛 我们都知道我们会懒惰对不对 对不对 会想不要这样不要让你因为我们是罪人 我们按着我们的人性 可是我们的人性是罪人的人性 我们不是一个完全人的人性 所以只有违反你的人性的时候 你才会看到你生命当中的神性 阿利亚 阿利亚 我们刚读的经文 白赛人 白赛人他们呢 他们有一个很坚强的个性 就是他们要遵守什么 律法 对不对 他们进食 对不对 他们怎么样 十一梦献 他们到店里面祷告 他们献祭 只要是律法上写的什么 他都怎么样 把他做得清清楚楚 所以他们是什么 他们是认为我们靠着律法是怎么样 得救的人 靠着律法是得救的人 这以色列人当中最低下阶层的男人是谁 你们知道吗 最被看不起的社会地位上的人是谁知道吗 税吏 税吏 税吏是他们当中觉得什么 最不守律法 最怎么样 最不圣洁的 女人是谁最被看不起 税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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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呢 偏偏 偏偏有一个破坏问题 有一个搞叛逆的 就是耶稣 他就跟罪人吃败 他就跟罪人吃败 耶稣本身在法利赛人眼里看来就是一个很奇怪的角色 法利赛人他们要读书 他们要上神原文士要拼命的读书 然后他们才能够还能再叫他一生 夫子 可是耶稣呢 耶稣有没有上神原文 耶稣有到殿里面去学 可是耶稣就找了那些不是字的没卫生的 彼得 然后他们就叫耶稣夫子 你说啊为什么叫他们不是字又没卫生 你就看那些人 对神圣经本来就不大懂 说他们不卫生也没有证据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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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想话 他们不是问耶稣说 为什么你的门徒吃饭不洗手 是不是不卫生 可是呢 不把你赶没卫生的 却是改变世界的人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 耶稣的门徒就是这个不把你赶没卫生的啊 耶稣的那门徒不就是那群吃饭不洗手的人吗 以色列那个法利赛人心中有很强很强的一个框架 就是律法 所以律法以外的事情 No way 我们都不碰 可是你知道吗 原本书说 原本书叫做改变带来医治 改变带来医治 兄弟们想一下 估计这半年 或者是这一年 也没有人看说 欸你变了 不管你的外表 你的个性 你的内障 还是 我每次来坐那个位置 习惯习惯那样子 我每一天做的事情 你都没有感觉到自己改变 也没有人跟你说你变了 但我不是叫女神换工作 但是 你的生活 你的生命没有一点 别人说欸你不一样 你自己也没有觉得你不一样 这是危机 这真的是危机 这是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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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最早最早 人类认为地球是什么 平的 上帝造我们 爱我们对不对 教会认为上帝造我们 爱我们 一切以我们为 中心 三次跟你们讲 这是对的还是错的 错的 以上帝为中心 可是以前的教会呢 西元二世纪的时候 耶稣之后两百年 巴比伦的学者认为 地球是宇宙的中心 太阳是绕着我们跑的 太阳是绕着我们跑的 现在讲这个会笑话 对不对 对不对 可是呢 到了15世纪16世纪的时候 有一个人就提出来 不一样的意见 改变开始出现 他说不对 地球绕着太阳跑才对 太阳才是宇宙的中心 读书人 谁说的知道吗 歌白鱼 是 歌白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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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可是你知道吗 现在这个印证是40